教友 詞彌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彌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然後他就問他 請問 大姐啊 這個 比九尼大姐 那我怎麼修行才得呢 可以莊嚴呢 他說現在有個 拼陀如波羅多尊者 聖者 他是佛的聖弟子 他在 你跟他去學佛法吧 學什麼 學蜀習觀 你跟他学调伏你的心 然后呢 你能够断了你的烦恼 你就成为阿罗汉 那你就非常庄严 他说 我是一位正果的阿罗汉比丘尼 我也是呢 透过无量节这样修行 可是我这断我自己的心中的烦恼 所以我今天自在了 他就讲这个故事 吴哲大会 他说 吴哲大会 你呢 要共生 你知道谁做第一吗 他说 就是你这个老头啊 做在第一个 可是呢 你并不庄严 一戒拉来讲 你做第一个 可是你后面全部说阿罗汉 他听到有 突然就流眼泪 很难过 他说 那宾斗鲁波罗多尊者 我就要去找他 他就带他去 那个比丘尼有神通就带他去 那当然宾斗鲁波罗多尊者 当然也知道 既然来了就很高兴就教他 结果呢 他就一日 两日 三日 七天 然后一个月 最后他就正了阿罗汉国了 我讲这个故事 我有很深的用意 新加坡的佛友都很有善根 都很喜欢学习佛法 也很喜欢护持三宝 但是你们不知道 真正的庄严的定义不是外表 庄严并不止庙要盖得很大 庄严不是说信徒很多 庄严是指你做一个佛教徒 不论在家出家 能调伏你的烦恼 你的心很清净 你走到哪里 人家都会自动的感动 这个才叫真正的庄严 假如你好好的用功 新加坡能够出一位肉身菩萨的话 会震动全世界的 所以希望新加坡的佛友不要只是停在表面上的 我没有否定你 诵经 拜餐 做义工 然后做很多的慈善事业 这些都很好 这些很重要 后面讲 修福修会 可是也不要永远停在这里 要好好在佛法上再深入 你不学佛法 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是正法呢 对不对 碰到问题还是司马路观音庙 我很想问你 你真的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意思吗 不好意思 我故意反问你们 我忍了七年 我才敢这样问你们 我绝对没有否定 我师父也去过司马路观音庙 那是准提菩萨 可是你这样丢丢丢丢 你真的是佛法吗 想一想 然后你说 观世音菩萨有啊 你看一丢 拔杯笑笑 观音菩萨一丢 我去朝圣 他不同意 我一丢 我去朝圣 他同意了 真的观音菩萨是这样同意 跟不同意的吗 要想一想 好吧 想一想 打坐的时候想一想 所以你若不学习佛法 你没办法知道成佛这条路怎么走 你会走错路 第二个 你假如不从内心里 透过属习惯 不静观调伏你的烦恼 虽然你这一生做了很多的事业 也很成功 也佛化家庭 可是你的内心里还是波涛汹涌的 只是业力还没有现前 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就问 师父怎么办 我能为他做什么 良伴 没办法的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真的很难 虽然我也帮很多人诵经回向 但是要转动你的业力 也要肯你自己修 所以为什么不人乘着健康的时候 多学习经典 多学习打坐 多好好深入精诈 真正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看观灯片就讲 什么叫真实供养三世诸佛世尊呢 就是你自己好好修行 将来成为圣人而出轮回 就让你今生还没有成为圣人 发愿要去极乐世界继续修行 那诸佛菩萨 连此海慧佛菩萨 也会站在你 为什么 因为你出了六道轮回了 好 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段 请看 心三所正的果报不同 或有菩萨如是修行 渐渐退转 乃至漏镜 漏镜就烦恼 漏镜就变成了阿罗汉 但是他还是有六神通 请看观灯片 虽然发菩萨心 行菩萨道 可是也有退转的 最后就变阿罗汉 第二 或有菩萨如是修习 如是修习就是修十二因缘 或是属习关 慢慢渐渐增长 无量的福德智慧 功德圆满的时候就变成 菩萨摩赫萨 大菩萨 接下来 或有菩萨乃至修十八不共法 一切种至修习圆满 就像什么呢 文殊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都是大菩萨 菩萨摩赫萨 事实上 地藏菩萨已经成佛了 他跟观音菩萨一样 无量节以前 他早就成佛了 他只是道价慈航 视线为僧文臣的 所谓僧文相的菩萨摩赫萨 乃至于这个人 就算你现在肯努力 勇敢地踏出一步 学禅定 学属习惯 虽然你心中可能还有烦恼 没关系 但你可以调伏自己 你这一生呢 慢慢因为修行的功德 福德智慧慢慢增长 但是呢 你这个人一定呢 总有一天在无量节 会得到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保证一定会成佛 不过每一个人的时间 早晚是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二十九页 新四 诸佛法眼久住 新四 善男子 我 释迦摩尼佛 已如释一切诸因缘果报的 诸业法 一切的众生都离不开 因果报应 因缘果报 连佛也不办法改变因缘果报的真理 所以我用慈悲心观察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 我以诸佛的正法眼障 苦口婆心的劝一切的有情众生 与此十轮 十种修定业轮 要让他好好的休息 所以你真的要去好好修书习惯 要常常去练习 善男子 这是名为如来修定业轮 好 所以修定轮呢 从二十六页 一直讲到二十九页 我终于讲完了 但是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所以佛呢 事实上都是在禅定当中 请看 这是有一年我们去 Indonesia Balabudu 很有名的 佛陀巴勒佛图 你看 虽然呢 佛法从印度一直传传到东南亚 最远的地方是 Balabudu 苏门达拉 它曾经呢 是大乘跟金刚乘 也是南传佛教 非常兴盛的地方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呢 现在呢 只能变成回教圣地了 很多年轻人跑过去 耶 然后就拍张照片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师父很敢 敢开万千 因为它是火山岩 所以我们有导游带我们去 早上八点多就要出去 因为九点多的时候 整个火山都很烫 所以我们还带了草席 我们还带花 然后呢 念普贤行愿品 我在那边带 全部的人念普贤行愿品祭壽 然后我们念 On Mani Be Mi Ho 然后一直绕塔 师父那时候真的很感动 我也流眼泪 然后发愿 希望佛法将来还在这里复兴 很多外国人看到我们呢 他也很庄严 然后他是拿V8 Can I make a video? I said no problem Please 所以佛法曾经传到最远的东南角 苏门达拉 可是现在没有佛法 那没有佛法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真正的在家出家的修行人 所以请问各位哪一个人要去苏门达拉 请举手一下 不容易 你发愿要弘扬正法 在这里师父多说几句 虽然我常常用基督教天主教的例子 来鼓励各位 但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跟他比 其实很多基督教的牧师跟神父 是比我们有大悲愿心的 我们佛教徒常常讲慈悲慈悲 真的要叫他发愿的时候呢 他都不愿意做 对不对 可是你看看 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 其实基督教跟天主教 牧师跟神父也对我很好 那时候我并没有学佛法 乡下呢 就很喜欢觉得牧师神父呢 就带我们唱歌 还有跳舞 帮我们画画 当然还发给我们牛奶糖 对 我的牧师跟神父对我很好 当他们听到我出家了 他说哎呀 阿们 其实他们很想度我作为牧师的 或是做神父的 我想我要作为牧师跟神父的话 我也是为一个很好的部教师的 可是我没有选择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佛法比较究竟 接下来再看 Balabudu Meditated Buddha Statue 佛陀昼夜都在禅定中 所以你虽然没有办法 腿盘着腿 但是你要学着 你要把你的心给定下来 禅定波罗蜜 是每一个人都要修的 般若波罗蜜 也是每一个人都要修的 再看 好 这是侧面 那因为历史文革的 这个历史回教的入侵 其实很多的佛像 是都被破坏的 甚至呢 古董卖到其他国家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 真的要精进 我们对于历史文物 也应该尽心尽力的去维护 虽然这些东西是无常的 但是想一想 佛陀的正法 大称 以及南传的教法 甚至苏门达腊 曾经金刚称也非常的兴盛 可是现在东东都看不到佛法了 再看 日本人雕 禅宗 我们刚刚叫禅 同 清同度的 这个 世交摩尼佛佛像 你看 佛为什么像好庄严 因为他 昼夜都入在禅定当中 好 接下来看中国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像 虽然中国大陆有经过历史文化大革命 当然这是人类的不幸 可是这个历史过了以后 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还保留着 中国大陆有六祖慧能大师 还有憨山大师 还有武侠和尚 三个肉身呢 都在南华寺 现在南华寺也重新开发 而且从听说2008还是2009 也成为广东的所谓的很大的节庆 所以中国这块广大的国土 是曾经有很多历代的高僧过 那也很高兴地跟各位分享 我们台湾也有五尊到六尊的肉身佛杀 所以台湾佛教也的确很兴盛 各位也应该加油 希望看看在座的哪一位 不管在家出家 胖的瘦的 哪一个呢 所新加坡的肉身菩萨吧 你会震动全世界的 我想BBC都会来采访的 对不对 新加坡这个地方 竟然有人修成肉身菩萨 好 再给我讲一段 几二习颂夜轮 请看29页第五行 心医 情令根基成熟 这并不难 释迦摩尼佛对善男子地藏菩萨说 除了修定以外 定的目的为什么 定的目的是要开智慧 接下来在定中 你就会通达很多的经论 所以接下来要学习各种 习颂夜轮 就要读经论 诵经 读经 还有言读注解 请看 若为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怡 这是不同的翻译 其实就是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怡 霍父 唱看 换灯片一下 我讲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怡 这是指 已经学佛的 有善根的 第二类 霍父在世间 他还没学佛 可是他的心很好 尽性诸 善男子 善女人 他的善根比较薄 以世间的世俗地而说 他的根基还没有成熟 在座也会发现 当你很想学佛 你要度家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家人跟朋友 也是很难度 为什么 因为他的善根比较薄 但是不要放弃他 还是关心他 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还是会有机会度他的 你看 释迦摩尼佛说 我当安置 不管世间有善根的 或是出世间有善根的 想学佛或不学佛的 只要想学的一切有情众生 我都会 我 释迦摩尼佛跟地藏菩萨 都会尽各种的可能 帮助他 让他学习各种经典 初夜 中夜 后夜 初中后呢 是印度算时间的方法 现在二十四小时除以三 所以一个小时就算八 所以初夜 中夜 后夜 初夜呢 是八个小时 三八二十四 是这样算的 然后呢 初夜里面有分初中后三段 这是印度的时段这么算的 意思是说 初夜跟后夜 也就是说他昼夜都精进地学习佛法 请看释迦摩尼佛这张幻灯片 在 这是我在菩提家也 这个雪千寺拍的 佛转一切的法轮 为一切的众生苦口婆心的说法 请看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右边跟左边 一个白的 一个黄的 一个是地试天 一个是大范天王 一个拿法罗 一个拿法轮 来请释迦摩尼佛 不要入涅槃 为无量的众生 讲经说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边 有僧文众 有菩萨众 有在家众 有无量无边的天人大众 都在听佛讲经说法 所以释迦摩尼佛来 这个说佛世界 最主要的 还是要说 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让一切的众生 而根基成熟 接下来再看 更二 令自他皆得利 请看 若有诸友情 求无上成佛的智慧 我 释迦摩尼佛 跟地藏菩发 跟所有一会的大菩萨 都会安置在善巧方便 让他学习佛法 然后让他学什么 纯净大乘 有些呢 叫他自己读 有些呢 是自己会教别人读 读书的读 就像新加坡的小朋友 你要去读书 你一定都是送他去最好的学校 对不对 接下来 若自送 若叫他送 注意听 送呢 背诵背诵 严格的说 诵经是不能看经本的 诵经嘛 读诵 读是眼睛看 诵是他会背 这样子 比如心经 般若波罗 弥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 弥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这才叫送 送是不看的 要会背的 读经是看着字 叫读诵 读诵 自己诵经 或者教别人诵经 待会会讲 自己跟别人的利益 是有不同的 或自己 为自己解说佛法 或教别人 为他选说佛法 或是在大乘当中 自己修 四念处 属习观 或是止观 或也教别人学 止观 或教他学习 为令自己的身 跟他人的身中 能够大烦恼众 都能够灭除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要 授持读诵 乃至于修习 目的就是要 调伏我们的烦恼 佛法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要调伏 你心中的烦恼 佛法他比的不是在外在 庙很大 信徒很多 慈善事业做了很多 我刚才说没有否定 但是这个还不够好 真正的庄严 是要能够调伏你的烦恼 成为圣人 出六道轮回 这个才是真正他的功德 接下来 释迦摩尼佛说 为了要让一切的众生 正入上无上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的智慧 所以为了除一切的众生 六道轮回的痛苦 所以他苦口婆心的 要劝众生学习佛法 而且修佛法 最后你才会进入 无畏大乘 无畏就是说 了脱六道轮回的苦 而没有恐怖 所以观世音菩萨叫做什么 施无畏者 有没有 普门品 施无畏者 观世音菩萨能够解除你 所有的苦 因为他有大慈大悲的功德力 在这里 更二 我要讲一个重点 就是自己修行跟别人修行呢 哪一个功德大呢 两个都很重要 但是在比较来讲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们现在共修 在这边念普闲行愿品 念打牧鱼当然就很慢 那有人就会生烦恼 哎呀我下次不要来 我自己在家里 可以念三遍到五遍 没有错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答案不是这样 你自己修的功德 就像点一盏灯 书有灯 像只有一盏 最后一天我们会点灯 共修的功德 比你一个人修的功德还大 这是在摩克波尔波罗密经里面讲 在这一段里面也是讲 所以大乘佛法目的 主动的鼓励一切众生 学习佛法功德更大 但是你把原介绍给他 不用强迫给他 比如说你看 最后一天假如我们点灯 师父唱六支大名奏 所有人都传灯 那你看 在整个大殿里面将近三四百人 全部都是灯 那个灯的亮度 比你一盏灯大 同样的 释迦摩尼佛说 共修的功德 比你自己独修的功德大 在摩克波尔波罗密经讲 所以假如你自己已经懂了 你可能欢喜心 为别人介绍 也劝人家 那你劝人的功德也很大 举个例子 在金明佛学社 PART 1跟PART 2 乃至于PART 1没有 PART 2跟PART 3这一次 我都第一天带你们念 普贤行愿品 对不对 我自己也念 可是我发觉 新加坡有很多联友 还是不动明王 如如不动 有一天我念大悲众念一念 我说好 你不修 我带你修 所以我就带沐语 带大家全部一起读 你看 一千多人一起读普贤行愿品 虽然只是读祭颂 注意听 师父一个人 带你读一千多个人 一起读的普贤行愿品 比你一个人修的功德 大无量无边 这在《波日经》上面写的 所以 共修的功德 的确比你独修大 所以希望各位 应该多多参加 各个道场 真正如理如法的共修 共修真的功德很大 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点灯 甚至在金刚乘里面 他怎么说呢 他假如你在菩提家 他也 譬如我念一百万遍 然后你也念一百 我念一百遍 你念一百遍 然后一千个出家人一起念 那所有的功德是大家一起分的 金刚真理这样想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功德就像灯光一样 相互影响 举个例子再看 这边前面有一排灯 假如后面的灯 跟前面的灯 大家都一起开 你看整个佛堂都会很亮 假如我只拍前面的第一排灯 那只有前面亮 后面是暗暗的 开后面的灯呢 前面也看不到 如果灯一起开的时候 全部开呢 整个佛堂都很亮 所以 劝他的众生 修持的功德 比你独修大 这就是大乘菩萨 为什么要生生世世 为众生转法轮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再给我讲一段 我们就圆满 请看 所以看这尊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在中国 佛像的演变有很多 这是铜的 铜的 雕的 地藏王菩萨 你看他的相貌呢 就像中国人的相貌 很圆满 耳朵非常的饱满 地藏菩萨 这尊呢就没有带 五方佛宝观 是代表他 禅定圣身的地藏菩萨 好 再看 我们讲 令至他皆得 好 看 纯净大乘佛法 我们在很多华人的这个法会里面呢 都会有受五戒 或八观哉戒 乃至于受菩萨戒 你看 很多人披着曼衣 然后一起跪着 一起诵经 念佛 拜灿 你看 这功德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不但是你得到利益 还有得到无量无边的众生 还有无量无边的幽民界众生 也可以得到利益 你看 纯净大乘 令其自读 好 你很多的佛友 也是很全程的在学经 所以不要认为 动不动就跟我讲 师父 我业障很重 不要这样讲 你有佛性 应该人生难得 你已经得了 佛法难闻 你已经闻了 你更应该 像这张图片一样 很认真的去学习佛法 对不对 慢慢学 所以 希望大家 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当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是要去众音的 不是在庙里面唱一唱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OK 结束了 你这样不会有智慧的 你只是结个缘而已 真正的深入金帐 要自己去学习 去读经论 听DVD 以前的我 也是这样学习 26年前 我学佛的时候 我也是每个礼拜 每个月都读很多经论 到现在 师傅还是每天读经论 读得头这么亮 对不对 金公 千千千 对呀 你智慧是要中阴的 智慧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说 哦 你看我开悟了 那是不可能的 好 接下来再看结论 更三 令二臣皆诵习 若诸有情求圆绝法 圆绝尘 圆绝尘就是十二因缘 我 释交摩尼佛 可以安住他 告诉他一切所有的 缘起的教法 而且也要让他学习 而且要读诵 所以可见读经跟诵经 是学佛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若诸有情 要求生文成 就要证阿罗汉果 我释交摩尼佛会安置 教他各种 下面很多很多的名次 是讲印度的各种论点 比方说 百千文诵 四阿吉摩 就是四的阿含经 百千文诵 皮奈耶藏 皮奈耶藏是戒律 百千文诵 阿比达摩是阿比达玛 即皮婆奢 是中国的大皮婆沙论 也就是说 对于生文成讲 你要学阿含经 也要学巨色论 阿比达摩 还要学大皮婆沙论 也让他学习 善男子 如是名为 如来 习送夜轮 所以 修禅定 是很好 但是你要修禅定 不要走错路的话 其实最好还是要 拜老师 以及学习 也要学习经论 看下面 现在 静代化的地藏菩萨 静代化的地藏菩萨 因为要度现任年轻人 所以very colorful 我不知道未来地藏菩萨 会穿什么 对不对 你看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种 很漂亮很漂亮的 可见你看到地藏菩萨 为了利益众生 图像 不管画像 或是雕像 也会慢慢演变 再看 这是早期的 地藏菩萨 现身文身 这张也是非常的庄严 地藏菩萨 他的右手 我们看到的左手 他也是拿摩尼宝珠 摩尼宝珠里面出火焰 火焰是代表智慧的火焰 跟文殊菩萨一样 然后呢 他的左手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右手 那是拿着席杖 席杖是出家人的一种标志 以前出家人脱波的时候 到人家的门口 不是敲门的 是拿席杖 咚咚咚 三身 现在当然呢 我们现在比丘 比丘你也很少拿席杖 反而在授戒的时候 席杖给你 然后就供在佛堂 变成一种象征的 这个威仪的席杖 这张地藏菩萨 也非常的庄严 长得很 very handsome 很庄严 很清净 好 接下来看 福禄寿 明天我要讲 我先介绍一下 几三 请看 二十九页 第十九行 几三 迎福夜轮 其实学佛 还是要有福报 福报跟智慧都很重要 请看幻灯片 第一个 中国人最喜欢 福禄寿 对不对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 很庄严 福禄寿 福报 禄呢 就是所有十一柱形 都享受很好 寿呢 是指他寿命很长 所以你看左手边 南极先公 代表寿命会很长 明天或后天 我会介绍 保持长寿的方法 长寿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修福 修福要修慧 你有智慧福德 你的寿命才会长 第二个 请看 学佛要福慧双修 我很难想到福慧双修 我最后找到 天空中有两个白鹤 两只 代表福慧双修 你光有福报 没有智慧也不好 你光有智慧 没有福报也不够 所以大致度论说 福慧要双修 请看下一张 修福不修慧 大象挂阴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应共搏 意思是说 假如你修福 看照片的右手边 有看到一只印度白象吗 印度的大象 非常大部分都是灰色或是咖啡色多了 但是要看到白色的象 这是很锐 吉祥的征兆 而这个白象一般都是有转轮圣王或国王才有起白象 那国王起白象 当然他出门一定很风光啦 所以白象上面一定会挂满了很多金银珠宝 还有壁川 还有帮他洗身体 还有喷香水 然后就这样大摇大摆的 皇帝来了 皇帝来了 可是问题是什么 他是畜生 那大象挂阴落就是说 这个人过去通通都修福报 但是都不太修智慧 佛教徒里面呢 其实福跟慧两个都很重要 当然 我在讲经论的时候有讲 两个里面若选一个的话 应该要先选智慧 可是若是你只有智慧 你没有福报啊 你也会很苦 为什么 因为你福报不够的话 心想啊 事不会成 对不对 那什么叫修福报呢 比如说有些联友 他拼命印经啊 很愿意印 我做起来没问题 这个要干一瓶 没问题 今天要做法会 我做功德主 然后呢 大家在圣经 他在后面 叫别人念嘛 回向给他 这就是专门修福报的 弥勒菩萨过去世就是这样 在法华经里面 他通通叫人家送经 送法华经 送完以后 他就出去逛街了 逛完以后说 不要了忘了要回向给我 你看很多你们佛教徒 也是常常叫师父回向给你啊 要自己修嘛 所以这个叫专修福 对不对 那修慧 不修福 罗汉应共博 就是说你只修智慧 你每天就讲 我不要管别人 我就很用功 每天迪经 打坐念佛 很好 可是呢 你忽略了 功德是要你去帮助众生而修成的 所以普贤行愿品说 菩萨若无众生 则不能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功德在哪里 在你去帮助众生 人与人互动当中 你才成为成就六度的功德 当然人生很复杂 没有错 可是你要发心帮助众生 就升起福报 同样在发心帮助众生当中 碰到困难的 慢慢来修正自己 修正自己 你才会慢慢慢慢学 你才会增长智慧 所以叫做修慧 不修福 最后你会成阿罗汉 你真的成为圣人 可是呢 你脱波的时候 没人要给你吃饭 叫罗汉脱公波 为什么叫罗汉脱公波 因为他福报不够 所以佛呢 是福慧双修 佛是百节修相好 千福修庄严 所以你看释迦摩尼佛 佛菩萨 任何一个佛菩萨 他相貌都很庄严 为什么 他的福报 还有功德都圆满 他修福也修慧 所以很重要 这是插播一下 先预告 明天从二十九页 第十九行 几三 迎福夜轮开始讲 然后继续讲第三轮 然后我会讲 保持长寿的方法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时间多得很快 今天是讲座第四天 请翻开讲义 第二十九页 第十九行 几三 迎福夜轮 昨天介绍了几一 如来修定夜轮 几二 习送夜轮 今天要介绍迎福夜轮 那在修如来的定夜轮里面呢 最重要第一个先要了解十二因缘的真理 第二要修出入习惯 第三个 你所有一切的修情 才会叫净律圆满 好 先看一下幻灯片 昨天讲初入习 今天我们会一起练习 请看幻灯片 释迦牟尼佛 雪山苦行六年相 这尊我是在印度菩提加也买的 有木雕雕的 他也供在我自己的房间里 看到佛陀 多生多劫 都昼夜精进的苦行 佛陀苦行呢 大概呢 一天只吃啊 一粒麻麦 或是喝一点点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像里面呢 可以看到佛陀呢 这所有的肋骨都献出来了 佛陀在雪山苦行了六年 昼夜精进 修禅定 以及般若波罗蜜 所以事实上禅坐 在大乘佛法 南传北传藏传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先看一下 昨天讲的第一个属席 待会我们会练习 请专心听 静坐的时候呢 我会先敲木语 然后呢 你第一个阶段就开始从一数到十 十数到一 你就一直数 你不用管 等到我第二次敲 一下引庆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数字就丢掉 你就关息 关息就是注意在你的鼻尖 然后你就看着呼吸 一静跟出 静跟出 你不用管 你就是注意呼吸 一静一出 慢慢来 它呼吸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然后呢 你会发现自己呢 背就挺直 身体放松 你就看到说 原来我的胃啊 从早到晚都绷这么紧 因为一直做工 然后你的胃就放松了 脖子也放松 这时候你的心会越来越宁静 先一起练习 叫鼠息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 叫关息 第三个阶段 我会再敲两次引庆 这时候你不用看呼吸 就看你现前的念头 眼睛不用闭 就看着 就这样讲 你不用去注意说 你坐在前面的这个人 那一只头发 看哪里 不用 你就看着前面的念头 这时候他的念头呢 就会像看录影带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想到很多念头 不要管他 不要压他 也不要跟他跑 你就看着前面的念头 就这样做着 有人就会说 师父那我这样做 要不要想什么 什么都不用想 你就看着你的念头 这样练习 这个叫关照 就是专注于你现前的一念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那平常我自己练习 我怎么知道 我哪时候 一要进入二 二要进入三呢 你自己决定 有时候你今天可能很累 熟席 你可以拿一个闹钟在旁边 把声音按掉 你看着 我熟席呢 静坐坐十分钟或五分钟 接下来你就修关系 有时候你会修得很好 熟席一分钟 关系一分钟 一下子你就关照 你的心就很宁静 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 哎呀 今天有点累 我熟席要数了二十分钟了 我的心还是很乱 没关系 那就数 起码你这三个阶段里面都是正念正知的 了解吗 当然在禅堂里打坐 或打禅期或佛期 打禅期的时候呢 你会听领重的师父 他会打禅板 啪 啪 那没关系 你就按照他 不管是金形或跑箱 都一样 但注意呢 注意在你的呼吸 所以注意自己的念头很重要 纵使你走 你还是很清楚 不会撞到柱子的 有些佛友呢 在走一走呢 突然说 师父我不见了 那不可能的 那就表示你的念头跑掉了 正念正知升起的时候 你前面跟前面的脸有距离多少 你会自自然然的 就跟着走 所以你走的时候也不会撞到 也很清楚 就算静下来 好 回到位子里 你的念头还是很清楚的 保持这个正念 常常我们呢 还是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活着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白天 你的 以科学来讲 叫自主神经 你可以做主 人躺下来睡觉的时候 老实讲 你被人家搬走了 你都不知道的 对不对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新加坡呢 半夜打雷啊 昨天发生什么事 其实 你的身心是完全休息的 那时候呢 身心非常的沉闷 休息放松 然后呢 你身体要特别的休息 可是念头其实还是有 只是有很细 其实每一个人 每个晚上都在做梦 只是你忘记了 有些梦你会记得 有些梦不会记得 为什么 因为它是念头的流动 好 所以待会会有三个阶段 我们一起练习 昨天我只有练习第一个阶段 好 接下来再让我讲解 待会我们一起再看 看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加也 这是他印度 Bodhikaya Maha Bodhi Temple 他正式开悟 他开悟的悟的是什么 当然他悟一切的真理 不同的经论 有不同的解释 其实他真正遇到 缘起信空的真理 那现在可能 净土宗的脸有会说 释迦摩尼佛是念 阿弥陀佛开悟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那要看你怎么解释 阿弥陀佛 假如你说 释迦摩尼佛是念 阿弥陀佛开悟的 那你这个佛是指 自信的无量光 无量寿 那这样讲得通 但释迦摩尼佛 是不是真的拿着念诸 念阿弥陀佛开悟的呢 当然不是 他是看到自己的念头 了悟自信的真心显现 山河大地 一切的业障忏除 一切的所有的烦恼 所作已尽 然后功德圆满的 但净途中的连友 听到这一段可能不太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总是认为 自己理解的是对 但你如果多读一些经论的话 佛陀呢 是透过禅修 然后看到自己的念头 自信完全显现 功德圆满 所以看 佛陀不管在开悟前跟开祸 他二六十钟都在禅定中 当时他在走路脱坡的时候 他的心还是很定的 不像我们心都很散乱 对不对 甚至我不客气说 有些佛友来的时候 见师父很紧张 我叫他不用拜就不用拜 他就很执着我一定拜 我说不用拜了 没时间 坐下来 那真的呢 你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在讲的时候 你也没专心听 就问第二个问题 然后问第三个问题 所以你的心很乱 你紧张什么呢 我又不会吃掉你 对不对 自然就好 越自然跟越真诚 不用假假的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面具 你越真诚 越自然 你越容易开悟 当然 我们每一个人 从小活到现在 你都有很多很多 生命的历练 到去禅宗的这个辟喻说 就好像剖竹笋一样 层层剥落 你把你所有的烦恼 贪嗔吃 一层一层就这样剥竹笋 各位有看过竹笋吗 你有吃过竹笋汤吧 对不对 剥竹笋一样 一层一层把它剥落 也像我昨天 花换了 谢谢 无常到 他大概又怕师父剥那个花 赶快换另外一种 不要开玩笑 昨天拿玫瑰花 玫瑰花一层一层把它剥掉来 禅宿的经过就是这样 所以古文讲 百花从里过 片叶不沾身 其实它只是用诗句来比喻你的心境 真正的禅修的经验 刚开始是可以言说的 可是真正呢 开悟的境界是无法言说的 所以有一个佛友曾经问我 在建民佛学社 师父请问什么叫做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的境界是什么 你得自己去念 你才会知道 讲再多的文字给你 你还是无法体会的 好 所以接下来再看一下 佛陀在印度 假如有机会 你去Bodhikaia 旁边大概搭 有他们的小包车吧 或是摩托车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你就可以到佛陀 以前打坐的叫 尼连长河 但是因为历史的关系 现在尼连长河全部都干了 没有河水 可是按照阿含经跟佛陀的经论里面说 佛陀就是在尼连长河打坐 各位听到一个故事吗 有一个人对不对 有一个船 然后徒弟问师父 修行是怎么样 他说像调玄情一样 调得太松 谈不出声音 调得太紧 声音很尖锐 什么样调得最好呢 调得刚刚好 佛陀听到的时候 他也有开悟 那可见 讲的人没开悟 可是佛陀呢 他是很深的传定力 所以他在尼连长河听到了 所以佛陀才知道说 雪山苦行六年 很好 但是没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佛陀才把自己的脚放下来 接受牧羊女的供养 所以佛教可以喝牛奶 理由就在从这里 这是尼连长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沿着河边有着黄蹄 现在都没有水了 你看 现在都变尼连干河 事实上佛陀以前是在这里 那为了要纪念佛陀 其实佛陀在 确实在哪个地点打坐 其实没有人知道 后来呢 就在一个村庄的旁边 然后呢 纪念了他一个雕像 请看 尼连长河里面 常常会看到大白牛 所以印度呢 白牛叫Holy Animal 有些牛很肥 这只牛呢 对不起 我拍的时候刚好比较瘦 因为乡下的牛 对不对 你看他的脚很大 所以法华经比喻说 大白牛车 所以你多读佛经 然后到印度去看 其实很多的印度 当时讲的历史文物 现在都还在 对不对 所以印度教的人 是不吃牛肉 那回教的人不吃什么 猪肉 对不对 所以假如你在印度人面前 杀牛 这是非常侮辱他的 不可以 因为他认为牛 是Holy Animal 能够投胎做牛 是前世修来的 但从佛教的眼光来讲 牛也是出生到 但是印度的印度教习俗 是很重视牛的 接下来你会到一个叫 Sujata Temple 这个就是尼连禅壳 那他现在建了寺庙 然后呢 也有菩提树 然后中间就会叼着看 中间就是 释迦摩尼佛 雪山苦形象 左边是牧羊女 右边呢 是来琴法的 不过这画得太漂亮了 因为呢 事实上当时在世的 牧羊你是很贫穷的 破破烂烂的 然后呢 佛觉悟到什么 修行呢 要忠道 太放逸也不可以 太苦行也不可以 所以印度的文化 常常你会看到两个极端 一个非常有钱 第二个 非常的贫穷 第二 印度人呢 非常的忠欲 享受 吃喝玩乐 可是呢 所谓裸体外道 他也非常的苦行 所以印度呢 圣地非常的干净 可是外面非常的肮脏 很混乱 所以印度真的是一个 很奇妙的国家 但是几千年来 宗教信仰 在他来讲 是很重要的精神生命 所以中间是 尼连禅河的释迦摩尼佛 这个乳牛 白牛也太肥了吧 对不对 事实上当时佛陀的牛 都是很瘦的 然后呢 衣服的 都没有这么漂亮 华丽 就是乡村人的 穿的衣服 这只是呢 后代的弟子 为了感恩佛陀 所以雕像里 非常庄严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我带了所有的弟子 在那边呢 供灯 然后绕塔 还有金行 所以这就是 尼连禅河 这是商业经社的学生 跟我的朋友 好 接下来 佛陀呢 他在尼连禅河以后呢 吃了 接受牧养女的供养以后 他就开始往 菩提迦也走 好 所以在进入菩提迦 也很注意听 你进入菩提迦 左手边有一排 会让你放鞋子的地方 这左手边 鞋子的后面 有一条小的巷子 请不要错过 那里面会有很多商店 卖念珠啊 卖法器 那商店的背后 就是这个 佛陀曾经在开悟之前 他在这里打坐过 给各位看 现在变成印度教的圣地 我刚开始也不知道 后来是一个朋友 跟我讲 那我就去参观了 所以印度教把它当为圣地 注意看 它就有一个十轮金刚的弹城 上面呢 是一个一千多年的石头 佛陀曾经坐在这里打坐过 而且上面有 印度教的经文 也有佛教的经文 甚至呢 有画了很多金刚灵 金刚处 佛陀亲自坐在这里 禅修过 后来印度教呢 其实也把释迦莫尼佛当成圣人 所以他就拿花 你看我去的那一天 就很多人拿花 然后供养 这是印度教的圣地 佛还没有开悟之前 接下来 佛才从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因为印度教的人跟他说 你在这里打坐 这是我们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到别的地方打坐呢 佛陀笑一笑说 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是很好 所以佛陀就进去 再走 三分钟到五分钟 就是Maha Bodhi Temple的地方 佛就发愿 说我若不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我绝对不会从禅座的椅子里站起来 所以你看 禅修也要有很大的愿力 好 接下来 这就是佛陀开悟禅修之前 那是湖边 佛陀开悟前跟开悟后 他都昼夜在禅定 那这个呢 他是有一天 他在打坐 突然下大雨 龙王 龙王 藏文 不是 印度文叫Narga Narga就是蛇的族群 然后呢 突然呢 就是像很大很大的眼镜蛇这样 然后呢 他顶礼佛陀 三圈 照三圈 然后就站在佛的背后 就像一个眼镜蛇一样 做散盖 下大雨 下一个下午 那Narga就做佛的护法 然后等到雨一直停的时候 他再说起来 然后他又对佛 绕三圈顶礼 然后他就走了 所以禅修有很大的功德力 请问现在一个眼镜蛇在你旁边 你怎么办 我妈你别别别 赶快走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的嘛 你看 你就失去了慈悲心啊 可是佛陀 他就是有这样 身心清净 禅定的功德力 所以你不要小看 甚至有人会问你 哎呀 你就学佛啊 你每天坐在这里 没有功德 你就跟他讲 有 可以开悟 佛教徒 要有信心 要有勇气 对自己修行的法门 不要因为人家呢 讲几句话 你就改变自己 佛陀 就是透过禅座 思维一切诸法的真实像 而开悟的 后来这个地方 为了纪念Narga的护法 所以后来的佛教徒 就雕了这个佛像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放生池 假如你要去那边放生 要特别注意 事实上只要印度币五块跟十泰 他看你呀 从哪里来 Welcome to Bodhigaya Singapore 很有钱的 肥羊来了 一只鱼呢 就要你一百块的印度币 慈悲是要有智慧的 好 接下来请看 属席 关席 跟关照 好 请关灯 现在我们一起练习 好 现在背挺直 身体放松 然后它有三个阶段 先第一个阶段 从一数到十 十数到一 好 背挺直 身体放松 静坐一下 假如你的念头跑掉了 就请你回来 从一开始数 不要急 你也不要去期盼说 我是不是今天会看到 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 什么念头都不用 你就专注在自己的呼吸 好 先数席 待会听到第一声引擎的时候 才叫关席 第两声引擎的时候 才叫关照 我会提醒你 第二声引擎的时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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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人中的地方 看着呼吸 就好像 阿嬷看着自己的小孩一样 看着自己的呼吸 这样子 观醒一下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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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看著你現前的念頭 不用動 身也不用動 心它念頭會動 你就看著你現前的一念 不管它出現什麼念頭 不要去壓它 也不要跟著它跑 知道了就可以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如你觉得念头很多 那你就回来第一个阶段 又从一数到十 十数到一 然后慢慢的呢 再进入第二个阶段 关系 那有时候你做得到 你就会发觉你脚也麻了 然后腿也酸了 你也可以放一下腿 按摩一下 站起来惊醒 然后呢 走一走 然后再回去换另外一个腿 然后继续再做 所以刚才你可能做了半个小时 现在你又可以再做半个小时 所以古人禅宗在禅堂里打坐 他是要透过调身 调习 最后调心 这三个写在智者大师的小指观 磨合指观里 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练习 在这过程当中 背可能也会酸 腿也会痛 也会麻 可是你要想 死的时候比这个还痛 我现在若不好好精进地修持 我死的时候一定糊里糊涂的 我现在好好地精进地修持 我死的时候呢 会很自在 很欢喜地 笑一笑就走了 生死的轮回 知道了道理 但是要去实践 所以了解了十二因缘的道理 接下来 有很多的方法 最具体的方法就是数习惯 那这个呢 你可以常常练习 坐在捷运上的时候 有时候呢 坐在火车 或是MRT的时候 或坐车子 或坐飞机的时候 你都可以练习 没有人控制你的念头 只是你太懒了 不肯移去练习 好 我就先讲到这里 请开灯 假如你在对于这个三个队段 操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单独来见师父 也可以问纸条 假如是共同的问题 那欢迎你提出佛法的问题 我们相互学习 假如是四人的问题 那你可以单独来见我 我也会尽量地帮助你 所以看一下 复习一下 请背起来 属习 关习 跟关照 这个是我一六庙门 还有很多很多 有些经论讲得很详细 有的经论讲得很简单 但是真正要到关照 比如说你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就举个例子嘛 念谱 咸行 愿品 刚开始你不熟 可是你慢慢念 慢慢念 等到心弘士一跳沐浴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哎呀 没输得吃梦啊 我通通都很熟 甚至我看到 有些连友都会背 禅作也是这样 要多声多结地学习的 对不对 成佛的无上成佛大法 是要用心去学习 而且要用生命 去好好修持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请看幻灯片 我继续讲 然后就讲今天的经文 所以这止观的过程 有时候像什么 在中国的瑜伽诗地论 还有智者大师的 世禅波罗蜜 以及西藏的 所谓的止观的论点里面 乃至于莲花界的 修行道次第论里面呢 都有讲到 这过程叫久住心 其实各位的 真的要听久住心 我还是苦口婆心的 请你上网 我这个主题讲过 我讲得非常详细 我没有办法在所有的讲座里 都包含所有的主题 希望各位体谅 因为在十轮经里面呢 这十轮品啊 它特别强调 十二因缘跟属习关 是很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补充的 所以刚开始呢 你的心会像什么 黑色的大象 到处跑 你根本无法控制 然后有一个人 就在前面追 也在后面追 然后慢慢慢慢呢 你看到第二条线 大象的耳朵 就变成白色的 为什么 这白代表正念正知 我们凡夫的心都很乱 假如你没有练习 你就从一数到三 念头又不见了 你慢慢练习 它就会一数到五 心就会宁静一点 有修跟没有修 是有差别的 这个不是只有文字 真正呢 古人讲了 你要变成 真诚地用身口意去练习 去实修 然后慢慢地呢 到了第三个大象 白的 然后那个人呢 就跳到他身上了 表示他可以控制他 最后第四只大象呢 就是前半部是白的 后半部是黑的 代表前面是你的善念 后半部还是有很多恶念 到最后呢 整个大象都变成白的 然后那个人呢 就坐在大象的